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展示到这边所看到的利空消息早早就掌握住了 这条差别在于看似利空可是台股却还在掌声当中 这个时候又该如何掌握呢 马上为您邀请的是韦杰 韦杰你好 孙哥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 刚刚所提到一些利空消息事实上都不意外 因为很早之前的话韦杰带领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些讯息这些端倪了 可是呢这些关键的差别在于美股也好台股也好的话 这掌声似乎还在进行当中 怎么掌握这个转型的关键 倒是国际股市的变化 一开始先请韦杰带我们掌握一下重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是修饰的 那所以呢在整个欧元区的部分来进行个掌握 我们很久没看欧元区了 那最近当然欧元区的股市呢 包括像德国跟法国股市都是在持续的反弹当中 那我想其实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跟上美国的这个脚步 那大家会觉得说其实欧元区最近在我们的追踪当中 其实它是一团乱的一个状况 包括像是德国的经济数据开始出现快速度的下滑 法国也是一样尤其是这个黄背心事件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落幕的一个现象 都会持续的影响到这两个主要欧元区的这个经济体的这个未来的表现 那另外在这个英国脱欧的部分反而也是一个市场上比较关注的焦点 那英国脱欧呢就目前看起来这个首相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 到底要无序脱欧还是会重新再表决一次 这个都是对英国的这个经济来说 到底是会快速度的下滑衰退还是有机会出现谷底翻扬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其实在最近的这个跌升反弹之后 这个反弹的幅度看起来相对比较小 那如果我们从周线来进行掌握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法国在德国的部分 德国 德国我们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点 一样我们把这个颈线画出来给大家看 即便它出现了一个跌升反弹 它也不过就是来到这里而已 不要忘记 美国股市它是已经反弹来到了颈线之上 碰到颈线的压力区 可是德国相对的比较弱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好了 法国也是一样 颈线还是一样 距离非常遥远 所以相对来说 欧元区即便它有反弹 它也是相对比较属于弱势的经济体 那是从股市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的地区的部分 包括像是日本 那日本的部分最近是跟上美国股市反弹的角度 但是稍微看一下周线 虽然最近有在反弹 但是在周线跟上美国股市的一个反弹 也来到大颈线附近 各位这个叫做一个头两个大 这个应该看得出来 那回到大颈线之上 都会有一段时间 能够稍微去震荡直稳 抵抗一下上方的压力 但是不代表站稳之后就没问题 因为成熟国家的股市就是这样 它在供压力区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假突破站上 站上之后 马上迅速再跌破回来 这个是大家留意的地方 尤其是日本 更要去观察的是日元的汇率的升扁 我们都知道日元的升值会带动日本股市下跌 这是跟全世界股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在韩国的部分 韩国反而是全世界当中最早跌的一个市场 它已经跌了两波段了 你会发现 在这边做震荡打底 非常弱势的一个整理形态 那它的这个整理形态跟台北股市有点雷同 大概就是一个区间相形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在南韩的整个股市还没有出现大幅度往上反弹的同时 我不认为接下来的全球经济会有好转的一个现象 那么也对应到刚刚我们在节目破题的时候 跟大家讲 IMF二度下修的一个状况 好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学股市 这是这一次全世界的股市当中 位阶最低的一个市场 我们把画面放大一点点时间缩短 让大家看一下最近这几个礼拜以来 其实受惠到人民币升值的一个资金行情 也有一些刺激往上走的一个现象 但是它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属于偏空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边我们说过 未来仍然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震荡打底期 打底完之后才有机会往上去做弹升 尤其是未来要面临到美国股市 很有可能进入到第二波主跌断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压力 所以其实在未来的中国大学股市上面 整理的时间会比我们原先预起来的更长 那么当然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也就同样会受到一些影响 虽然最近的连续三个礼拜的一个反弹 都让市场上觉得封关行情可以封得不错 但是封关行情封得好 不代表未来台北股市就能够走出美国股市下跌的一个压力 尤其是接下来美国股市我们最害怕的地方是说 在我们封关之前 美国股市是封关在相对反弹来到相对的高档区 万一一旦它要进行回挡回撤的时候 我们刚好休市 等到我们开红盘的时候 如果要反映这十天长假当中的一个美国股市的跌幅 那么大家可能会来不及跑 这就是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 国际的风险因素一定要特别留意 好 刚刚韦杰的这个部分的话 一口气让韦杰所描述完整个国际股市的变化 但是这里头有个重点 反弹服务到这边看是利空消息 可是利空消息的话 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 却还是在涨 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到转折性的关键 等一下在补充的时候 就请韦杰来特别提醒给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下 在闭刊头条一开始的话 IMF下收全球成长三个月第二度 这个压力根本也不意外 早日的掌握当中 接待航空来袭 外销订单大催退 也不意外 再看到台湾高阶智慧型手机链的接待里头 也现在是一个急动的情况 事实上23号都是一个联动的情形 那么还是要特别强调利空来袭 股价目前为止 至少还在这个维持着涨势当中的话 特别看出端倪呢 好 其实IMF下修全球成长 这三个月第二次 我们可以从过去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的 这一连串的这个基本经济数据 以及总经的表现 大家就可以知道 接下来全球景气衰退的速度 是会越来越快 那么衰退的速度快 全世界因为在过去十年当中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进行了宽松 去解决了所谓流动性的危机 所以呢 大家会把所有的总体经济面数据表现衰退 把坏消息解读成为是好消息 但是各位 现在的位阶跟过去是已经完全不同 大家还记得十年之前 在台北股市3955的时候 全世界包括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 也来到7000点以下 当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量化宽松 有效的刺激全球的流动性 让整个全球股市进行了一个 比较十年的一个大长度的行情 可是现在的指数都还是维持在历史的相对高档区 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在台北股市 甚至在日本股市也是一样的位阶 如果在这个位阶出现了景气快速度的衰退 我不认为量化宽松能够帮助全球的市场 除了解决流动性问题之外 我不认为它能够帮助全球股市能够上涨 它只能够解决流动性 然后让大家跌得没那么快 现在这个就是大家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 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 跌升反弹就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因为这个反弹很迷人 就如同刚刚苏联哥破题有讲到 到底涨到这个时候是要反弹看回升吗 还是它到底什么时候又要再跌 我们过去曾经在美国股市反弹之前 有跟各位讲过 美国股市的反弹时间很有可能会长达半年 而这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回过头来看都觉得好短 但是当你处在当下的时候 你一定会忘记 哎呀 这个美国股市12月份是最惨的一个年份 能够把全年度的行情全部一口气逆转 大家早就忘记了 所以在全市场现在乐观的氛围当中 才是更加危险的地方 好 韦杰特别在切入这所谓操作面的部分的话 现在行情到这边的话 在最后倒数的风光阶下 可不可以开始有些比较积极的避险操作呢 好 其实避险操作倒是还不至于要这么样的积极 我觉得还是看到讯号出来 再做动作会比较好 那所以其实在整个我们今天的新闻重点上面 只是将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的说法做一个印证 包括像是这个接单的寒冬来临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卡 在这个衰退的部分 接单的金额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金额的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就可以做预知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2017年 2018年都是属于我们接单订单 外销接订单的一个旺季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都维持在相对高档 各位 这是2017年 2018年多了 2017年等等 2018年全年度旺季在这里 好 那这个是历史上第一高 历史上第二高 好 那现在全球景气要衰退 请问它的年增率会不会好 有没有机会转折 我个人认为机会不大 因为这什么 高基期 高基期 高基期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压力 所以在今年的年增率的部分 绝对都是在比较偏弱的一个表现当中 只是衰退的多跟少而已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手机的部分 在整个图卡的部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接单的部分 资通讯的产业也已经开始进行了衰退 资通讯 然后另外在电子产品都进行了衰退 尤其是在美国地区 这个过去接单比较大的 维持微幅度的正成长 中国大陆衰退最多 欧洲没有了 你看东协都没有了 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动能 都是在中国跟欧洲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台北股市当中 所有的企业都会面临到 比较大的一个逆风情况 结构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么我觉得部分 因为把握时间 这时间有限 我们来看到这个结论部分 其实这些利空消息的话 之前都特别追踪过了 倒是在外资连三买 明知道利空 外资圈却还在买 台北股市喊出来 叫做双嘎行情要奔万点吗 给我们最后的结论 好 其实大家还是小心 我认为在越接近封关之前 大家还是手上持股要寻求卖点 有赚钱的先赶快跑 没赚钱等解套了 你也可以解套在一个 相对比较有尊严的位置 我还是维持一样的看法 今年的台北股市的风险 是越来越大 震荡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更加的小心留意 自己的资金控管 跟这个持股部位的一个调整 好 也就是说 不要让这个行情给迷惘了 我们准备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新闻现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稍后的话 这个重点放在5G的概念 现在一些大家都强调 5G的部分 5G能够推动国内相关的题材 或电子类鼓吗 半导体的逆风不要忘记 设备投资也是大缩税 事实上这个话题 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也都是定例给大家 那么这个令空来袭 所特别要留意到的 相关的买盘 还能够再进驻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